这说的什么样子是吧 扫灌烫 哦 扫灌烫 对 我用那个小巨条来这里一巨啊 对 哇塞 这个有感觉哈兄弟们 这个是 松脉 外边这一层是松脉 外边是大厂 里边是猪蟹 这个是蒜植 蒜植 这个是大脚 这个是脚一层蒜植 这一碗多少钱 一碗4块钱 4块钱 哇塞 这个有感觉 哦 它就来点拉脚 哎呀 哈哈 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到 河南安阳内黄楚旺寺 听说 烧灌厂是这个地方的特色 这一大桶 全是血肠 占一天的话能买这么几碗呀 一天买30多碗吧 30多碗 对 像你这个灌厂做了几年了 做了20多年了 20多年 哇 老味道哈 哈哈哈 你给我拦上一份 哦 这再放到里边稍微一过两碎 哦 葬一炬 哇塞 这个有感觉哈 兄弟们 今天咱吃上这个 灌肠了 不是肉肠哈 是血肠 和德州那边的那个血肠 似曾相似 哦 在凉水里 这么一过凉水 就开始上手了哈 这个小速度 这个小手法 简直绝了 哇塞 这小感觉上来了哈 哦 哎呀 10块钱这一小份哈 给你板正哈 哎呦 这个吃起来跟果冻一样嘛 对 跟果冻一样 咱尝一下 像果冻的灌肠 浇点蒜汁 来一点辣椒 来一点蒜汁 蒜汁必须得搞哈 不搞没有灵魂 来点点辣椒 哇 这个就出来了 它这上面是泼了一层蒜汁 然后放了一点这个滋滋的辣椒 这个小朋友自己啊 就能干一碗 不干一碗 事不把休 小朋友 好不好吃啊 嗯 好吃啊 嗯 小朋友自己干一碗哈 哇塞 我先闻一下 真香 满满的蒜汁的味道哈 没想到 一个这个是猪大肠 和一个猪血啊 竟然成为一个地方美食了 没想到 里边灌的是猪血啊 和面粉 它们是调好的这个比例哈 看啊 这里边也有很大的血味 也有很多的秘方在里边哈 下面咱尝一下 再一个是我刚才就是用筷子一弄 掉下来的一块这个猪大肠 这个猪大肠它已经就是说 撑起来了哈 尝一口 小味道还是不错的哈 哇 看一下有没有食欲 上面满满的辣椒和蒜汁 我感觉这个小汤 它这个汤汁也是非常好喝的 我先浅尝一口 哇 真和果冻差不多 怪不得小朋友能干一碗 就把这个当作果冻吃了 今天也做一次小朋友 吃一个果冻 猪血味的果冻哈 嗯 哇 入口特别特别的爽滑 没有一点猪血的腥气在里边 你所能吃到的就是香 搭配这个蒜汁简直就是绝了 这个世界上唯有美女和美食 是不可辜负的哈 软软糯糯的 他所说的这个烧热 在锅里进行加热的一个意思 应该是 别的我不太懂啊 毕竟是人家这边的美食 咱 讲的话 只能讲一下这个 口感如何了哈 现在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干 虽然有点辣 但是吃了还是过瘾 做梦都想吃到的内黄烧灌糖 今天如愿以偿 没想到黑暗料理都排队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